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来到中国九分焚酒 冠名赞助播出的老梁故事会 我们一说到间谍 什么情报机构 等等等等 很多观众朋友就觉得 说那都是国外来的 柏莱坪 说什么中清局 可歌伯 摩萨德 其实间谍这一套东西 作为我们来讲 那可算不上柏莱坪 咱们老祖宗 封建王朝的时候 间谍机构就出现了 而且非常发达 那最发达的是什么时候呢 咱得说是明代 这不用说 咱们在之前很多观众朋友们知道 明代几一位 东厂西厂 专门的特别 你咱们看那个新龙门客栈里头 真的咱们演的曹宫 追杀周辉安 那曹宫就是东厂的大特别 顶级的特别 那么咱们今天要给大家说什么 咱说几一位东厂西厂 很多人糊涂 说既然有个几一位 都是特部机构 怎么还整个东厂 有了东厂 怎么还弄个西厂 这是怎么回事 是怎么来的 这特部机构 为什么明朝就这么发达呢 咱们要解开这个谜底 咱得好好说说 什么是几一位 何为东厂 何为西厂 咱们现在一看这个影视作品呢 你会发现像这几一位 特别嚣张 你凡是影视作品里出现几一位的 你发现他就干两件事 一个是杀人放火 一个是正在赶赴杀人放火的路上 基本就这么两件事 而且到哪儿呢 个嚣张的不得了 因为他干这个事 你看起来好像跟恐怖分子差不多 杀人放火了 但是恐怖分子很低调 之前起码不能让你看出是恐怖分子 但是几一位不是 他不管走在哪儿 弄得鸡飞狗跳 而且无论是好人坏人都怕他们 非常嚣张 明目张胆 为什么呢 因为几一位的权力 是皇权授予的 所以他杀人放火 是合法的杀人放火 所以无论好人坏人都怕他 咱们看那个有个电影叫锦衣卫 朱元也是镇子弹 那不就是里头那山贼土匪 一看着锦衣卫腰牌 电影里边写他高来高走的 一个个都是暗杀能手 武功高强 说他是怎么产生的呢 这个事得追溯到大明王朝建立的时候 咱们说公元1368年 明太祖朱元璋在南京成帝 是朱元璋一手建立了锦衣卫 说他为什么要建锦衣卫 他的初衷就是如何熟识这些功臣 就大明天下打下来 朱元璋心里不脱底 不踏实 第一个是他跟你一起打天下 这些人都是有能耐的人 都有本事 要犯上作乱他也有能耐 第二个那是 他跟着你打天下过程当中 对于怎么造反怎么打仗 人家全是行间离手 整人的能手 所以他一旦要反对你 而且还对你非常熟悉 那就威胁最大 所以天下安定之后 皇上最大的心腹之患 是这些功臣 建国功臣 这项圈和皇权 必定要相抵出的吗 说你要收拾这些功臣 这功臣可有的是 但不排除有的人有谋反之心 但更多的人对你忠心耿耿的 所以皇上要干件什么事呢 我得分清楚哪些人是忠臣 哪些人是奸臣 可是人心隔肚皮 做事两不知 你想知道他心里想啥 多难呢 而且这个甄别成本是很高的 所以这时候朱元璋决定 在军队以外 单独弄出一支队伍 当然他最信任的是什么 是他的亲军卫队 最发达的时候 朱元璋弄出26位 就是26种亲军卫队 各种各样都有 锦衣卫 这位也是这意思 首先他得是皇上的亲兵卫队 那么说锦衣卫 是从哪来的人呢 选拔什么人呢 镇子丹眼的电影 锦衣卫里 是来自皇上的亲兵卫队 主要是两方面 从仪仗队和保安队里选 仪仗队我们都知道干嘛 皇上得威风 再有人说 这锦衣卫出去飞扬跋扈的 是不是挑得先挑地皮流氓啊 要不然这气派没这么大 不是 恰恰错了 锦衣卫挑选严格在哪呢 他得经过政审 调查你家里头 七大姑八大姨怎么回事 祖上干过什么的 亲亲里有干嘛的 再选一波人 有的人说 电影里可是锦衣卫都搞暗杀呀 高来高走 都武功高手 有没有那么高呢 咱得承认 锦衣卫首先保护皇上 没俩上的不行 再一个 他有时候执行抓人暗杀 你这如果自己要没点功夫的话 你怎么干这活 所以锦衣卫肯定是 经过专业训练的 有功夫的这些 不是像电影里那样 绝世高手 绝世高手有时候是没用的 你这东西西东南地别干 你把它弄来 一起从军队里闯过去 也得死到那里头 两军阵前这般要命的打法 和鄙视武功的点到为止 它是不一样的 那么锦衣卫真正厉害的功夫 是什么的 不是打 打打杀杀并不是 而是他搞间谍这套手段 这是他真正厉害 锦衣卫的出发点就是什么 皇上对谁不放心 想要收拾你 那我对你不放心 我怎么办 我先收集你证据 我得知道你住到哪儿怎么回事 天天行踪 或者你都说了啥了 这一位最厉害的 就是和现代间谍手段 对接这些东西 我们是做生意的 钱我不在乎 最要紧的是住的要舒服 风雨这么大 看来走不了 等雨停 这么大的雨我们走不了 他们也走不了 对 我说这简易卫 他靠什么 除了说这个能力大 他有什么法宝 盖上简易卫里头 真子丹眼的青龙 不是后卫背着一个叫 大明十四世长强 也叫大 有没有呢 这胡说八道 没有 简易卫使什么刀 这刀叫袖春刀 何谓袖春刀 不是明朝才有的 我翻了翻 史料发现 这袖春刀啊 最早叫还手刀 什么时候产生了呢 汉武帝时期 就是伟青获取病 打匈奴的时候 有这个袖春刀 怎么叫还手刀呢 一开始 他这柄子是个环 原来都用剑 两军交锋 可这剑是那样的 刺是容易了 两边是刃薄 人家从上面一打 就给你打蛇了 在一个直接刺的 对方铠甲里头 我听军刑说呀 咱们做槐手刀 槐手刀是什么 就跟后来日本人 用的军刺差不多 你拿着它 它能劈砍 前面开刃 宝剑是两头开刃 这个槐手刀是一边开刃 这边呢 没有这儿 还厚 保证什么呢 不被从中间给打断了 前头尖能刺 后头这个比较厚这边呢 不是弯的 是直的 前面这尖能刺 这边能砍 这儿特别锋利 这叫还手刀 大明时候管这个叫绣春刀 锦衣卫使得就这种 批也行 刺也重 用起来非常方便 短小惊涵 而且锦衣卫呢 除了说是拿这样的刀 衣服 不是像说都夜行衣还戴破帽子 帽子挺奇怪的 不是那样 锦衣卫穿的一身服装呢 叫飞鱼服 很漂亮 你那么想你听名字 锦衣卫锦衣卫 锦衣是什么 好衣服啊 光鲜的衣服 你想跟皇上这位办事 那挺张扬的 能穿夜行衣吗 能戴破帽子吗 跟那夏天处地的 是不可能的 所以说这个锦衣卫啊 再说 锈衣卫 飞鱼服 锦衣卫 是一群什么样的人 他们是否各个武功高强 劣迹斑斑 作恶多端的东西厂 为什么会由太监保持 明朝的厂务制度 是否间接导致了国家的灭亡 老蓝故事会为您讲述 明朝那些特务 好欢迎你回到中国九魂焚酒 冠名赞助播出的老蓝故事会 锦衣卫不是两军阵前交锋塔仗 他主要目的是给皇上当枪使 来熟视和皇上对立的一己力量 所以他手里有两个大法宝 一个叫停仗 一个叫诏育 停仗是什么 就是拿着木头棍子 打屁股 可是你别小瞧 虽然皇上罚令打你多少 皇上罚你打你一百 不见得能打死你 皇上说就打他十仗 可能就要你命了 解一位在练用这个停仗的时候 先做俩道具 什么道具 就用皮革里头包点 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 做成两个人 假人 其中一个是皮革里头 装的是砖头 另一个皮革里头是纸 你得练到什么程度 我打这个里头是砖头的假人 打的看着挺轻 没使劲 可是你把皮革打开里头 砖头全碎了 打那个里头是纸 那个假人 你看这皮革了 非常使劲 打开看纸都没破 解一位在头上这 监管 我打 他要喊 打 意思你敷衍了事 象征性的 你看这使劲 一点都没伤 要说着实打 你注意啊 打是一个字 着实打 他说这话说 他坐这 这两个脚呢 撇开八字 意思让你往残废来打 几下给打残废了 要说用心打 这时候你再看他脚 并拢了 两脚并一块 那是往死里打 你琢磨琢磨 这锦衣卫权力得多大 大臣得罪皇上了 皇上定四十丈五十丈 可是小命赚在锦衣卫手里 所以这是锦衣卫 为什么权力大 大臣都怕的 一个重要原因 锦衣卫第二法宝呢 赵玉 咱们前面说汉代那么教 和这有点区别 这个赵玉其实什么意思 独立的司法系统 咱们都知道 中国封建社会呢 他也是按公检法分 你比方说大理寺 大理寺就相当于 现在的法院 就是锦衣卫 可以不经过 公检法这套系统 他独立办案 自己底下抓人 单独审问 哥现在话说 私设公堂非法拒禁 但那时候皇上给的权力 这是合法的 所以他自己有个监狱 就叫赵玉这监狱 把人抓来各监狱 那单身 你这么琢磨琢磨 他为了求使案的效率 啥招不使 各种大刑都 那是非常残酷的 我说到这儿 有的观众朋友说 你说这锦衣卫太可怕了 这比现在很多间谍机构 都可怕 有人琢磨了 锦衣卫既然功能这么完善 这能力也不小 有这一个就够了 怎么还有个东厂西厂 都是特部机构 这个得从明成祖 永乐皇帝朱棣身上说起 我们都知道朱元璋死了 把位置没传给儿子被 传给自己孙子了 就是明建文帝朱颖问 给了他了 这个明成祖 朱棣是朱颖问的四叔 朱元璋的四儿子 不服气 所以明成祖 朱棣那时候把他封在 幽州北京湖 就现在北京 从北京这儿 渡河 京杭大运河 一直往南打 为什么叫天津 就是天子渡河 那个渡口 金是指渡口的意思 现在这天津市 就是因为明成祖朱棣 从那起兵 天子渡河之地 叫天津 所以后来 明成祖朱棣 把自个儿 这个侄子给打败了 把天下夺来 夺来之后 他心里也不安 他也想采用朱元璋的方法 把不服他的大臣都收拾了 所以这时候明成祖朱棣一想 我得建立自己的亲信队伍 而且得离我近 谁离他近 太监 明朝也叫皇冠 咱们看好多这个东厂 明成祖朱棣 被使得方便 所以他从太监里头 选拔亲信 组成东厂 这个东厂 直接指挥金一卫 因为他干的活 跟金一卫是一样的 这皇上就把权利给你了 你管这金一卫 说白了 东厂执行秘密任务 让金一卫打败围去了 就变成这个分工了 实际上是东厂指挥金一卫 所以咱们看这个金一卫电影里边 太监领头 最出名的东厂领袖是谁呢 九千岁魏忠贤 你要说中国历史上 咱们以前老连故事会 也讲过太监系列 大名鼎鼎的魏忠贤 这是东厂的大头子 咱们前面说杨连 在狱里头冤死 那就是魏忠贤一手操控 魏忠贤操控的时候 这个东厂比金一卫 在控制人舆论上更狠 这么说东厂这么厉害 怎么还冒出个西厂呢 西厂和东厂不一样 东厂出现的时间比较长 西厂是昙花一现 但是西厂出现的时候 既管东厂又管金一卫 西厂什么时候出现的 是名成化年间 成化年间呢 出了个奸臣叫李子龙 这个人呢会看风水 据说神神叨叨的 有这么一天也不知道他怎么的 他居然摸进皇宫去了 跑到万寿山那会去了 也倒霉让金一卫看着给抓住 一审他干嘛 李子龙说要行刺王家 这下可把成化帝吓坏了 说我这皇宫大内这么多高手 一重一重的看着我的 这人居然 瞧不声就进来了 这幸亏金一卫把他堵了 不堵了不要过命了 那么这皇宫大内 必然有他的卧底 要不然他怎么能这么顺利进来 这是得查 说找东厂锦衣卫查吧 这人既然能进来 说明东厂锦衣卫里头都被他腐蚀了 我信不着他了 信不着东厂 信不着锦衣卫 成化帝我心腹太监叫汪植 把这汪植叫来了 你呀给我秘密打听打听 哪个大臣反对我 哪股势力要颠覆我 这汪植就出去打 可一个太监 你再是他心腹 能打听多少 成化帝说干脆吧 我独立于东厂锦衣卫之外 这俩地方都被污染了 我再见了西厂 由大太监汪植负责 西厂截至东厂和锦衣卫厂就取消了 为啥呢 这大太监汪植权力太大了 这权力一大 自己私设公堂 陷害大臣 背着皇上干很多坏事 成化帝一看 这不受我管了都 把你灭了 把汪植拿下 把西厂给取消了 所以今天的 你看我跟大家说了 锦衣卫东厂西厂 这些独特的特务机构 他真正的厉害之处在于皇权 皇上授予给他独断的权力 他独立于其他司法系统之外 拥有皇上给的特别行政的裁定权 这个是东厂西厂锦衣卫 之所以如此猖狂的一个重要原因 好 感谢您收看这期老梁故事会 老梁故事会是由中国酒魂粉酒冠名赞助播出 我们下期节目 再见